Hello 大家好 Amanda 继续跟进黎智英的案件 今天已经到第10天了 上星期第9天的审讯就是 庭上公开警方对黎智英的财务调查 涉及超过30亿 真是多 包括收受美、英、日等资金 以及转账给泛民政党用在全球登报的计划 在今天的审讯就是由控辩商方讨论控方证人专家 黄桂国教授的公辞的关联性和可情堂性 代表控方的也是我们熟悉的副刑事卷控专员周天恒力辰述 有关政供和本案半径是有关的 便能协作法庭了解有关法案和制裁香港及中国的影响 代表辩方大律师关文伟指争议 黄教授的公辞不能帮助法庭因应的控罪元素作出裁断 他认为和本案没有充分的关系 关文伟一度提出 法庭可以在稍后阶段 在控方传召黄教授之前 先裁定专家证供的关联性 番位法官一次对此表示異议 道立兵法官更直言对此感到不悦 指辩方可以先选择撤回申请 较后阶段再提出 否则若然辩方今天提出申请 法庭辩会在现阶段作出裁断 关文伟最终决定继续申请 但当听到辩方在庭上陈词之后 法官批评辩方的口头陈词和书面陈词不同 也不考虑清楚反对的理由 直指辩方不断摆弄回 法官重申 黎智英请求外国实施制裁 是否属于香港国安法第29条所指的制裁呢 是由法庭负责裁定的 法庭亦需要了解黎智英请求了什么制裁 外国最终又实施了什么制裁 为关文伟指出黎教授并没有分析黎智英请求的内容的时候 道立兵法官就随即反驳 黎智英教授又不是法庭 并提到三名法官并非外地法律的专家 控方需要向法庭提交这个专家报告 道立兵法官也指出 法庭最终决定去接纳或者拒绝 甚至指接纳部分的专家证供 李敦藤法官则提出 现阶段法庭都未有机会听到任何证人上庭在作供 質疑是否要真空地讨论这些专家证供的相关性呢 之后法官休庭了之后便方争议的颁布裁决 裁定专家证人黄教授的供词和案件相关的事情都可以呈堂 法官也指出黄桂教授的证供 可以有效协助法庭了解 美国对中国和香港实施的制裁 就如今天在法庭上 我们可以看到 辩方怎样可以为咬而咬一拖再拖 又在这里提出争议 但结果连自己的立场都是说不清楚 而且还在不定摆笼门 一时又反对这一样 一时又反对另一样 自己想怎样都未搞得清楚 结果令法官都被你激到又鸿鸿鸿的 这样只是谐出辩方有多么无赖 而我们的控方有多么有准备 和高效率的水准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法庭快讯 快以下看天璣的传物法庭档案的连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